有可能消防隊員 那人要求救命啊 消防人員掛在窗邊 身上風鳴器不斷呼叫 防疫旅館負責人 帶著消防人員 從大樓後方衝了過去 走捷徑要帶他們上樓救人 我也帶他們走最捷徑的路 要上去救他們 緊急時刻 消防隊員被救了下來 受傷送醫 他是陳維佑 在火災發生當時 和殉職的陳志凡一起進了酒樓 現在康部出院歸隊 我就想是先找一間房間帶救 那時候我還有 我大概還有一些氣 然後我就說我去找窗口 關鍵畫面曝光 蔡信負責人說自己沒有逃走 而是盡了權力幫忙救災 但第一時間廣播聲稱警鈴誤處 情勢錯判 業者說巡視七八九樓 的確沒有找到火點 當時的決定實在迫不得已 一開始我還自信不完全 我亂跑我也沒辦法指揮 上午檢方會從台電人員 重回防疫旅館火警現場 因為他們懷疑低樓層的廣告燈箱 因為二樓電表顯示用電 警方更擴大調越周邊監視器 鎖定了16名街友級民眾 懷疑是上週接連幾天大雨 周邊街友跑進大樓裡躲雨 造成火警 但卻沒有直接證據 證實有人縱火 由於我一定會趕走 是電線走火還是惡意縱火 四死二十二傷的火災 大家都在等待真相 記得陳正委 黃曉富 彭馨 專畫報導